晚上好 我是威敏 欢迎收看10月30号的百革大事迹 全民党的主席到底是谁 孙伟轩坚称从未有辞职的打算 还晒出了相关文件 例证自己才是正牌 还行使了主席的权力 冻结包括祖莱达在内的12位领袖的党籍 而祖莱达本人则暂时没有做出回应 那面对这场夺权大戏 社团注册局终于表态了 社团注册局总监穆罕默纳瓦迪指出 根据记录 孙伟轩依然是全民党的主席 如果党内不出现争议 那就必须在党内解决 和社团注册局毫不相干 这表明了 有权签署候选人 委任状的就是孙伟轩一人 而祖莱达等人将何去何从 他们将如何接招 亲与百格一同追踪 前首相马哈迪早前表示 他所领导的祖国行动联盟 将在本届大选竞选超过100个国席 如今敦马还积极催票 并且劝请选民不要害怕马来UTA 敦马发文强调 UTA虽然是马来人联盟 但这不意味UTA种族主义 甚至和非马来人为敌 反之马来UTA将在执政期间给其他种族未知 马哈迪提醒道 我国独立以来就被马来人为主的政府领导 但非乌翼进步太快 以致抛离了乌翼 就算已经有措施减少族群差距 但其他族群的权益依然不会受阻 选战即将开打之际 共产党树立主席拉菲兹受访时 就分享了迎战策略 并且评估另外一个联盟 也就是国阵的实力 拉菲兹点出 选民从未回流到国阵 支持率还是如上届大选一样 保持在百分之41或百分之42 提到首相候选人课题 拉菲兹就表示 说服选民讲的是完整配套 而首相候选人只是其中一部分 他直言 西蒙在2018年做的最大问题 就是相信敦马是西蒙胜利的缘由 在拉菲兹看来 即便有最好的首相候选人 但策略计划和选举方式错误 还是会输 原任俄迈区国会议员阿兹敏抨击 共产党主席安华 在俄迈的部署是代理之战 认为安华应该亲自和他决斗 而不是委派 学州大臣阿明鲁丁自己却逃到了打门上阵 阿兹敏甚至说 阿明鲁丁是被迫迎战的 曾经在电话中向他倾诉感到恐惧 不过阿明鲁丁受寻时回应说 自己在电话中只是开玩笑 反对阿兹敏生活一定是很无聊 才会在公共场合说这些话 海峡时报报道 莫迪卡民调中心在9月国会解散前展开的民调显示 名望最高的是土团党总裁慕尤丁 获得高达51%受访者的支持 那么看守首相伊斯麦·沙比利 46%排在第二位 而共产党主席阿华则比肩 乌统主席莫哈莫哈山两人的名望指数分别为33%和32% 至于乌统主席阿莫扎西则只有13% 海峡时报推测是因为牵涉多宗贪腐案件而导致口碑下滑 因此国阵可能将持续让伊斯麦·沙比利当首相人选 另外民调也指出 当时只有38%的受访者为政府的表现点赞 比2018年4月的39%稍微低一些 显示国阵可能并非稳超胜券 那么今天的百格大事记到此 感谢收看也记得订阅支持百格